欢迎大家收看娱乐社媒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唐诗永租迷你仓 存放私密相簿24Storage为迎人解决土地问题 万圣节梁思浩千万西贡独立屋被工人姐姐变鬼屋 发音财务有利灵异发展越捞越颠 朱惠敏陀必九个月晒三点室手脚好嵌诱 学位人乃换片医生老公便对有稿事 孙慧雪宣布离朝TVB 职任早有其他电视台招手 清解爱回家与KC欧瑞伟发展 香港人在北京传家力神还原少林足球阿梅 笔影画足45分钟 五感直接过关返深圳 请大家收看 唐诗永租迷你仓存放私密相簿24Storage为迎人解决土地问题 星岛日报 近日事后唐诗永和足球运动员谢家荣出席了24Storage 露营迷你仓企划活动 活动宣传了24Storage提供的全港24个据点特赦露营迷你仓服务 解决香港人的土地问题 唐诗永分享了他的珍贵成长相簿和儿时床照 而谢家荣则分享了他的珍贵球衣 唐诗永表示 他最近搬家时发现家里有很多相片和交香 他希望能和家人一起回味这些回忆 他还提到自己小时候经常搬家 丢失了很多珍贵的回忆 唐诗永笑言自己已经学会了断舍离 但仍有很多物件他想要保留 唐诗永还表示 他的哥哥喜欢露营 会带着他的女儿去露营 但他自己不太喜欢热 更喜欢秋天去露营时主食 当被问到是否会和家人一起去露营时 唐诗永笑言可与马国民一家人一起去 他会和一班阿嫂一起探查 主食 唐诗永最近进军小红书 他表示内地粉丝一直要求他加入 早前他去内地探访时 也有粉丝特地去找他 他表示自己并不会玩小红书 只是为了满足粉丝的要求 当被问到是否有内地工作的机会时 他表示确实有些机会 但他更想留在香港照顾自己的猫咪 要看缘分 万圣节 梁思浩千万西贡独立屋 被工人姐姐变鬼屋 发音财屋有利林医发展 越捞越颠 星岛日报 56岁的梁思浩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主持人 他在多个电视节目中扮演经典角色 如城市故事中的习里华 和怪谈中的主持人 他还在去年主持的通灵之网 节目中获得了巨大成功 今年还将继续主持该节目的第二集 万圣节期间 梁思浩的家中 工人姐姐将他的独立屋 变成了一个鬼屋 令人惊讶 梁思浩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他的独立屋豪宅的照片 但在蓝色灯光下 这个简约设计的独立屋 竟然变成了一个阴森的鬼屋 他开玩笑说 我的工人姐姐真可爱 今晚回到家吓了一跳 我还以为是圣诞节 然后我问工人姐姐 他竟然回答我说 先生 你是鬼王吗 这个房子是鬼王宫 我笑了好几分钟 工人姐姐真的很可爱 有一个疯狂的主人 就会有一个疯狂的姐姐 网友们纷纷称赞 这个房子很漂亮 也赞赏工人姐姐的用心 梁思浩是一个多次 中过六合彩的幸运 他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主持节目 并经营着自己的甜品店生意 据报道 他的甜品店生意非常成功 使他的财富大幅增长 他在2018年 以千万的价格 购买了一栋 位于西贡的两层别墅 被称为发音财务 这对从事灵异事业的他来说 非常有利 也难怪他近年来 越来越活跃在灵异节目中 如通灵之王 梁思浩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主持人 他的成功 不仅得益于他的才华和努力 也得益于他的幸运 他多次中过六合彩 成为了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 他还参加了TVB的节目 《数你条命》 与其他嘉宾一起讨论理财和运气 他揭示了一些 自己购买彩票的心得 如不要自己选择号码 而是购买电脑选出的号码 他还透露了一些 摧财和防破财的秘诀 如在银包里放置特定编号的银纸 梁思浩的运气一直非常好 让他在事业和财富上 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朱惠敏驮 毕九个月晒三点室 手脚好嵌诱 学为人乃换片 医生老公便对有稿事 星岛日报 朱惠敏是2004年港姐亚军 现年42岁 已经结婚两年 与丈夫陈良贵成功怀孕 预计在11月诞下宝宝 朱惠敏近期频繁在社交网站 更新怀孕过程的视频 包括超声波照片和学习胃母乳 换尿片等内容 他的医生丈夫也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非常幸福 朱惠敏最新分享了自己游水的视频 展示了孕妇游泳的轻松与无难度 他表示自己怀孕五个月后 每周大约游泳三至五次 每次都会进行拉筋 游挖室 水中散步和放松等运动 他表示 在怀孕九个月的期间 没有出现腰酸背痛 抽筋和脚部水肿等问题 体重增加了35磅 但仍然非常灵活轻盈 他还提到 游水被视为对孕妇身体和情绪影响 最好的运动之一 但也强调 在做任何运动之前 要先咨询医生的意见 朱惠敏的游泳视频 引来了网民的赞扬 称她是亮妈妈 优美 完美等 她的形象健康 真实 并充满正能量 能够给人带来快乐 朱惠敏曾是不少人心目中的女神 现在她的形象依然健康美丽 总的来说 朱惠敏的怀孕过程非常顺利 她通过游泳等运动 保持身体健康 并积极分享自己的经验和快乐 她的医生丈夫 也全程陪伴 为她提供支持和关爱 朱惠敏的形象和态度备受赞赏 被称为亮妈妈和优美的代表 田富珍来新一节 七年之养 张静轩老八杀开粉丝见面会 联合早报 上周末的One Love 亚洲音乐节成为了新加坡音乐界的一大盛事 在这个音乐节上 多位台湾歌手包括田富珍 周汤豪 余文文 张静轩和A-Lin等纷纷登台现唱 给失诚的观众们带来了一场难忘的音乐盛宴 田富珍在演唱会上感性回忆了和粉丝们七年的分别 而周汤豪 则感谢观众们对她的热情 余文文首次来新加坡演出 展现了她的实力和魅力 而张静轩则在演唱会结束后 与粉丝们举行了小型的见面会 让粉丝们感受到她的亲和力 最后 A-Lin的演唱会虽然下起了雨 但观众们的热情并未受到影响 这场音乐节为新加坡的歌迷们 带来了一次难忘的音乐盛宴 One Love亚洲音乐节是一场为期两天的音乐盛会 吸引了众多台湾歌手的参与 田富珍 周汤豪 余文文 张静轩和A-Lin等歌手 纷纷登台现场 将自己的音乐与观众们分享 田富珍在演唱会上 与粉丝们感性地回忆了七年的分别 让观众们感受到了她的真诚和感动 周汤豪则感谢观众们对她的热情 表示自己很荣幸能够与大家分享自己的音乐 余文文首次来新加坡演出 展现了她的实力和魅力 张静轩在演唱会结束后 与粉丝们举行了小型的见面会 让粉丝们感受到了她的亲和力 最后 A-Lin的演唱会虽然下起了雨 但观众们的热情并未受到影响 这场音乐节为新加坡的歌迷们 带来了一次难忘的音乐盛宴 这次音乐节的演出阵容非常强大 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观看 田富珍 周汤豪 余文文 张静轩和A-Lin等歌手 纷纷登台现场 将自己的音乐与观众们分享 田富珍在演唱会上感性地回忆了七年的分别 让观众们感受到了她的真诚和感动 周汤豪则感谢观众们对她的热情 表示自己很荣幸能够与大家分享自己的音乐 余文文首次来新加坡演出 展现了她的实力和魅力 张静轩在演唱会结束后 与粉丝们举行了小型的见面会 让粉丝们感受到了她的亲和力 最后 A-Lin的演唱会虽然下起了雨 但观众们的热情并未受到影响 这场音乐节为新加坡的歌迷们 带来了一次难忘的音乐盛宴 孙惠雪宣布离朝TVB 职任早有其他电视台招手 清姐爱回家与KC欧瑞伟发展 星岛日报 41岁的孙惠雪宣布离开TVB 结束了18年的合约 她在IG发文感谢TVB和观众的支持 同时表示人生就像一般列车 不得不告别这一战 孙惠雪近年来在爱回家之 开心宿地中饰演名媛朱倩一角 对手欢迎 虽然她怀有第二胎 但她表示并不会轻易放弃演员这个梦想 期待未来的新挑战 孙惠雪回应离朝后的角色安排时表示 不舍得离开爱回家 但她不知不觉已经完约 无法改变 对于未来的安排 她表示有其他电视台对她感兴趣 但由于合约问题无法接受 虽然她需要照顾刚出生的儿子 但她仍然希望能够继续演戏 不轻易放弃自己18年来的演员梦想 孙惠雪在TVB度过了演艺生涯的大部分时间 她从投考议员训练班到成为综艺节目助手 再到演艺各种角色 经历了演员生涯的种种 虽然她的戏份并不多 初出道时还常常扮演死尸 但她在爱回家中饰演的朱倩一角 让她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离开TVB后 她希望能够迎接新的挑战 继续追求自己的演艺梦想 香港人在北京 传佳力神还原少林足球阿梅 笔影画足45分钟 五感直接过关返深圳 星岛日报 近日 香港电视剧香港人在北京的演员 陈展鹏 吴洛熙 傅佳力等人到全弯位聚集宣传 在万圣节的氛围下 演员们也化身成各种角色 配合主题 陈展鹏扮唐僧 孝岩要打蜘蛛精 吴洛熙扮成难兄难弟中的肖芳芳 而傅佳力则扮成少林足球中的阿美 这些造型引来了不少粉丝的支持和关注 傅佳力透露 她正在内地敢拍摄剧集反黑英雄 为了今天的宣传活动 她花了三个小时化妆成少林足球中的阿美 问到她是否会以这个造型过海关 她笑颜会被拘留 所以不会这样做 吴洛熙则表示自己扮成难兄难弟的肖芳芳 虽然坚持建议她模仿高层的声音 但她担心入雪柜 还是决定用回自己的声音 在玩伴就聚集角色的时候 吴叶昆笑称想扮吴洛熙抱在胸前的婴儿 但又怕被她哽到引来了观众的笑声 吴洛熙也表示 吴叶昆曾经得罪了全组人 但大家非常熟络 所以不会鸟塌 此外 吴洛熙还表示希望聚集能够开胎香港人在东京 而陈展鹏则觉得吴叶昆的造型 应该开胎香港人在东北来描写农村生活 总的来说 演员们以不同的角色造型出席宣传活动 吸引了众多粉丝的关注和支持 他们的幽默和搞笑 也为现场带来了欢乐的气氛 陆勇爱妻因11岁大女一句 那个女人激动爆喊 老公自戏女竟然狂笑 星岛日报 陆勇的妻子陈丽娜 近日在社交网上分享了大女儿陆依颖写的一篇作文 结果让她感动得落泪 作文题目是 我真幸福 依颖写道 自己有一个好妈妈和酷爸爸 爸爸是艺人 妈妈在家工作 并在网上工作 虽然爸爸经常在外工作 但她是她最喜欢的人 她也赞扬妈妈 教会她从错误中学习 和继续前进 许多网友纷纷留言 表示感动和赞赏 称赞陆勇和陈丽娜 不仅物质上满足了孩子们 精神上也满足了他们 陈丽娜在社交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她看到女儿的作文后 感动得落泪 而戏女儿陆一新 则在旁边大笑 并调侃妈妈 陆勇也笑称 妻子为那个女人 并问她为什么这么感动 陈丽娜还贴出了 一颖写的作文 引发了许多网友的赞赏和感动 这篇作文展示了 陆勇一家的幸福和亲密关系 陈丽娜经常在社交网上 分享自己的生活 并且与两个女儿一样 都拥有高颜值 大女儿陆一颖已经11岁 戏女儿陆一新 则在视频中调侃妈妈 陈丽娜在视频中表示自己 一直认为自己的中文不好 但女儿用最简单的词汇 写出了最感动的文章 让她感动得落泪 这篇作文充分展示了 陆勇一家人的幸福和亲密关系 网友纷纷赞扬陆勇和陈丽娜 不仅在物质上满足了孩子们 也在精神上满足了他们 陆勇的两个女儿 也都遗传了妈妈的优良基因 长得亭亭欲利 陈丽娜的重返社交网 也让粉丝们能够更多地了解到 她和家人的生活 王祖兰返港 两个喃喃95岁太马 四代同堂去饮茶 与家人如饼印 星岛日报 王祖兰近日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 回到香港 探望了他们的太马 视频中可以看到 王祖兰非常孝顺地陪着太马喝茶 并让两个女儿轮流上前嬉戏她 场面非常温馨 王祖兰还在社交媒体上写下感人的留言 表达了对太马的思念和感激之情 这段视频和留言引发了网友的共鸣 纷纷表示被感动和羡慕这样的家庭团聚 此外 王祖兰还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 回到她儿时成长的地方 马鞍山横安村 她在那里向女儿介绍童年的回忆 还去了一些熟悉的地方 如街市和社区中心 王祖兰和她的家人在马鞍山有着深厚的感情 他们的到来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 王祖兰一家四代同堂的场面也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她和她的母亲太马的五官非常相似 对网友称为丙印 王祖兰的两个女儿也非常乖巧懂事 给妈妈分点心吃 这样幸福的家庭画面让人感动和羡慕 也引发了网友们的共鸣和赞许 邱风泽回心开唱台上庆生 好友文慧如惊喜助力 联合早报 新加坡歌手邱风泽在出道九年后 首次回家举办个人演唱会 吸引了大批粉丝的关注 她在演唱会上表演了一系列新曲 包括与好友文慧如合唱的凭什么 文慧如更是惊喜登场 让现场气氛达到高潮 邱风泽还在演唱会上 庆祝了自己的35岁生日 与粉丝一起分享生日蛋糕 演唱会结束时 她感性地与粉丝分享了自己的心情 表示很幸福 能透过音乐与大家交流 此外 她与好友黄伟静即将迎来六周年 两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 新曲过去式的半个视觉照片 引发了热烈讨论 GD全智龙涉毒第三发声明澄清 11.6主动到警署验毛验尿调查 星岛日报 近日 韩国男子组合Big Bang的队长G Dragon 被警方以涉嫌违反毒品管理法追加立案 G Dragon通过律师发表声明否认吸毒 并表示会积极配合警方的调查 律师也宣布 G Dragon将于11月6日主动出席调查 此前 G Dragon所在的组合 Big Bang也有多名成员设计官司 引发粉丝的不安 G Dragon律师在声明中警告外界 不要随意诽谤 称如果有无根据的假新闻流传 将会采取法律措施 韩国警方表示已经安排好调查行程 预计下星期才能调查 G Dragon 这也是既上流寄生族男星李善军 涉毒被立案后 又有一位知名艺人 因涉毒被警方立案调查 近年来 韩国娱乐圈频繁传出艺人涉毒的消息 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些事件不仅损害了艺人的形象 也让粉丝们感到失望和心痛 韩国警方在处理这些案件时需要保持公正 透明的态度 确保调查的公正性 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总结 G Dragon涉嫌违反毒品管理法被警方立案调查 律师发表声明指出 G Dragon将于11月6日主动接受调查 警方表示已经安排好调查行程 预计下星期才能调查 G Dragon 这起事件再次引发了社会对韩国娱乐圈艺人涉毒问题的关注 也让粉丝们感到失望和心痛 韩国警方需要保持公正 透明的态度处理此类案件 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